我们往生净土真正的道理 就是心净在佛途间 我们用什么方法 把我们的心静下来的 就是用念佛的方法 念佛的方法 第一个阶段 就是把清净心念出来 我只有这一句佛号 又杂念了 赶快佛号提起来 第一个念头是杂念 第二个念头是佛念 把杂念放弃了 这叫真念佛 慧念佛 就是用这一句佛念头 取代所有的杂念忘念 就这么个意思 因为杂念忘念断不掉 我们没有禅定功夫 断不掉 就用这个方法 用一念 除一千念 这是第一步功夫 一切忘念都没有了 这叫功夫成片 念佛功夫成片 里头没有杂念 这个是念佛三位 最初的阶段 在佛法里也叫做功夫成片 那有这个效果的时候 往生就有把握了 我只有佛念 没有杂念 说实在的话 想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去 还有寿命我不要了 我想早一点去真心 阿弥陀佛就来见你 因为它相应 有杂念在里面 就不相应 你念佛不来 没有杂念 你念佛就来 精于尽 其该应到脚 精于杂 他不期待应到脚 佛虽然知道 我们不管是杂念 是禁念 佛都知道 禁念他来 杂念不来 为什么呢 你还有业障 你还有习气 你还有烦恼 你必须在那里 他得去折磨 到敬念的时候 你的业障 烦恼 可以放下了 他这么帮助你 建议你到极乐世界 这些道理我们都搞清楚 我们一点都不怀疑 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 第一桩大死 告别的都在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我们搞错了 这么单纯 这么简单 这才是无上的妙法 这些道理 都不怀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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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怀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